2002年,我被诊断罹患大肠癌 当时,我正好出差到关丹,并在晚餐后赶到作呕 我当下就去看了医生,而根据医生的诊断,我只是胃部不适 回到吉隆坡后,我马上到安邦公主专科医院 入院进行活组织切片检查 当我在一星期后复诊时,医生告诉我得了癌症 为了安全起见,医生要我入院再进行一次活组织切片检查 抽取了十多个样本后,检查结果证实我确实得了癌症 在没有寻求第三番医见的情况下 我立刻同意医生的建议,在隔天马上进行手术 根据医生,完全手术三个月后,我必须要接受化疗 就在手术后的一段日子里,同事向我介绍艾康兰藻 自那时候起,我就一直服用艾康兰藻直到现在 其实,最棒的是,是发生在每个月进行六次化疗的期间里 在接受化疗之前,我们必须要进行血液检查 以确保我们的身体状况适合化疗 在血小板技术不充足的情况下,我们是不可以接受化疗的 庆幸的是,我的血小板技术每月逐渐增加 不但符合国家标准,同时也符合了国际标准 因此,我从2002年开始到现在,也就是将近11年里 我一直都在摄取艾康兰藻 我会在早晚,在没有计算下,摄取一瓶盖的兰藻 每天总计约100粒 一瓶3000粒的艾康兰藻,只够我一个人的摄取分量 感谢郑主,我的癌症已经完全治愈了 感谢艾康兰藻,让我无癌一个生情 感谢郑主,我的癌症已经完全治愈了